大家好,我是Shirley 我是9月14日在學校畢業 開業工幾天 最深刻的是處理遺體個案 有人暈倒,我們要去現場 可能最後送到醫院,證實已經過世 看看案件有沒有可疑 或者如何令整件事大家可以做得專業 令他們連在世的親人不要太過難過 其實我自己也想做多些保護小朋友的工作 其實在我做社署的時候 我也有跟警隊的CAIU合作 這個Unit主要是做一些若疑案件 當中有很多很嚴重的個案 包括自己的親人傷害自己的小朋友 當時在社署我主要是做一些家庭服務 辦公室就是在這裡的二樓 家庭服務是很寬的,我們的服務範圍 由未出生的小朋友 去到過世的老人家 其實我們也要做一些服務 為什麼呢?可能他未出生 我們就要確保他在一個健康和保障的家裡出生 或者可以做父母的角色去照顧小朋友 這裡就是如果長沙環來說 在當時我們經常會進出的一些服務的地方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接觸的個案 尤其是小朋友的個案 他們可能會有很多情緒 或者一些心理的問題出現了 源於他們的父母本身都是一些吸毒的人士 令到這些小朋友基本上是不能選擇 他們一出生可能已經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再加上他們的父母是一些這類人士 我們也會把這些小朋友帶出去 可能一些兒童之家去生活 我希望在源頭去減少這些事情發生 這些小朋友可能未必需要在這些家庭上成長 甚至乎他們都不明白什麼叫家庭 我自己小時候都是一個不愉快的童年 我自己做青少年的時候 都是跟家人有很多爭執的 令到我會可能對於年輕人或者小朋友 我會有更多的愛心 我會想幫他們去 或者可能有個哥哥姐姐的身份 去在他們身邊 去給他們一些指引 我就會覺得好像有不一樣 因為可能在我小時候 可能在我小時候 都有很多哥哥姐姐在我身邊 去給一些支援我 即那種的 無論是心理上面 或者是在實質上 可能是陪伴 其實都令到我有一些 即我會有更加多的 即我覺得如果有個人在 就很難的感覺 我覺得最能夠令我可以去服務警隊 用警隊的身份去服務市民 就是那種的同理心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市民來到 去尋求協助 一定是不容易的 即中國人都有句說話 可能家仇不出外傳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想自己去處理 但當去尋求協助的時候 可能要衝破那個心理障礙 第一 另外就是我會多些去 同理到這類的市民 當他們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嘗試站在他們的角度去想 原來他真的很辛苦 在那個情況當中 假設他被老公打的 其實他真的很不想 舉報他自己身邊的另一半 但同時他又不可以忍受當中的痛苦 但我們可能做警察的時候 就要多些去聆聽